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南瓜呢切成小丁 大约呢有1厘米到1厘米半大小的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长南瓜来说呢 它的这个水分比较足 然后呢不像我们的这个圆南瓜呀 贝贝南瓜呢那么的有面啊 但是呢它的吸收味道的能力很好 那我们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呢 它比较的耐足啊 那么我们用长南瓜来做这个南瓜闷饭呢 就是特别的合适 南瓜我们切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肉丁也给它切一下 肉丁的大小呢我们要切的比南瓜要小一点 切肉丁的肉啊 我们要选择五花肉 就是说五花三层啊 那么这样的肉呢它带有一些脂肪 那么特别有利于啊 我们南瓜当中的胡萝卜素的一些溶出 哦 肉切好了 然后我们呢要准备一点香菇 然后葱和蒜 更重要的我们要加一点虾皮 那么我们呢做这个南瓜焖饭的时候呢 要选择一个陶锅啊 用一个砂锅来做呢是比较的应景啊 通常呢我们的砂锅呢 热锅冷油就可以解决它粘锅的问题 好 我们锅里放点油呢先给它预热一下锅子 那么五花肉下锅之前我们先往锅里放一点凉油 那因为热锅冷油它才能够不粘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那为什么说热锅冷油就可以不粘呢 因为锅热了以后啊油 冷的油呢会在热锅上面形成一层油膜 这样子把食物和锅分离开 它就可以不粘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五花肉呢煸炒出油来 利用五花肉里边出来的这些油 然后呢我们再来炒葱炒虾皮炒南瓜啊 然后呢让这些油脂呢 充分的把南瓜当中的胡萝卜素给它溶解出来 好 别着急 砂锅烹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烹饪的过程 好了 我们的这个肉啊也变色了 微微的有点泛白了 我们把这个葱蒜呢放下来 给它炒香一下 这个五花肉的添加呢 绝对是让这个南瓜焖饭呢会比较的香口 好了 把虾皮放下来 这个时候呢虾皮的香气就会比较的浓郁 然后呢我们把南瓜和香菇放下来 我们在家里做这个烹饪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香味是非常的足 你在厨房里边呢都会有非常浓郁的香气 好 加点酱油 炒香一下 加上水 水的量呢要略低于锅里所有的食材 不要太多啊 我们呢只是要把这个南瓜呢煮到一个八成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才能往里放米饭 好了 水下锅以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糊锅 也不用担心它起烟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呢慢慢的把盐也放下去 大约呢五克左右的盐就可以了 砂锅做烹饪哦它很少的一点调味料 就可以让这个食材很入味啊 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焖饭 大家都会觉得哦它是一个菜和饭一起重熟的一个菜肴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做的咸一点呢 不要啊 因为既然是饭呢它就是一个主食 虽然它和菜在一起 所以呢这个盐的量一定要少啊少一点 而且我们现在的身体健康呢也是让我们控盐控油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给它盖上盖子煮一下 今天这个南瓜焖饭呢我们用到的是熟米饭 那么大家呢在家里也可以用生米饭来制作 那么用生大米来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掌握几个点 第一呢我们这个大米呢要经过浸泡 第二呢我们呢煮制的时间呢要稍微的长一点 在锅里的加热时间呢是开锅开始计时 用中小火加热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关火焖二十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呢就可以把一锅生米饭和南瓜同时的重熟起来 那我们做熟米饭呢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把南瓜呢做到八成熟 把米饭放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软弱的程度呢已经拿筷子一扎能够扎过去 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然后呢我们把米饭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搅拌它一下 那么这样子呢米饭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把南瓜的汤汁呢吸收到大米当中去 大米就非常的入味 那么我们这个南瓜焖饭呢就会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有营养 而且呢颜色也很好看 为什么要给它等到南瓜八成熟的时候 我们来放米饭呢 因为我们需要搅拌 如果南瓜完全成熟了 那么你就一搅拌就成了南瓜酱了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煮的它南瓜特别成熟的时候 最后我们再来去放米饭那就晚点了 好了我们呢把锅盖盖上 大约再煮它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大米呢充分的吸收一下汤汁 那么我们的米饭呢已经煮沸腾了 这个时候呢还稍微的留有一点汤汁 那么我们呢就要加盖关火焖它了 利用陶锅的余热呢 我们会把这个米饭焖的非常的热非常的痛 今天我们用的长南瓜呢 其实除了我们做南瓜焖饭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小炒类的菜肴 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高 然后呢不是特别的绵密 说话间我们的南瓜焖饭呢已经焖好了 我们出锅美食呈现 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砂锅当中呢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汤汁了 大家看我们的锅底呢 也不会有粘锅的现象 那么我们把它搅匀以后呢 就可以重装出锅了 南瓜香菇肉丁 哇好丰富的一锅 而且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南瓜焖饭 南瓜皮你也可以吃得下去 我们赶紧来尝一尝吧